大家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在冷氣晒得很興奮,我要開機,可能很久都不涼 我就提供一個方法給大家 就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令冷氣涼得很快 那是什麼呢?你先要準備一個噴水瓶 噴水瓶最好噴出來的水會散開一點 另外我準備一條繩,繩子用來綁著噴水瓶 為什麼呢?我會把噴水瓶遞出去 把水噴在冷氣後面的錡片上 就會令它降溫速度加快 那條繩子是防止我鬆手,掉了壁 這樣鬆了手也好,繩子是掉了壁 確保有條繩子,否則是高空產物 那條繩子是綁在槍花,或是綁在你自己的手 都沒有問題 那現在我們就試試開冷氣了 上面是風速計和溫度計 開了冷氣之後 溫度吹出來的風就會慢慢下降 看來差不多了 在這個時候,我們用這個噴水壺 14.4,還要低 不過低得很慢 嘗試伸出去,在後面噴水 緊記一件事,小朋友、年輕人 千萬不要學,因為你的手根本不夠長 一定做不到的 另外,成年人都要小心 因為很明顯,我身形龐大 我就穿不過架子 所以我無論如何都不會掉落 但如果你們自己要做,就要小心 噴了十下八下 先關上窗 因為是開了窗 也會影響冷制冷度 噴完水關上窗 我們要留意溫度 14.3 好正常的,由於我噴了水降溫 降低有後面散熱其片的溫度 於是,它制冷的能力就會高一點 因為所謂冷氣,其實是吸走空氣的熱力 是在機背散走的 但機背散熱的位置 若然被太陽曬著 它散熱能力減低了 也就是說,它可以在空氣吸走的熱能 亦相對少了 所以剛剛,我就在冷氣背後 噴了水,幫助它更快散熱 讓它制冷能力更加好 大家看到了,13.8 13.7 13.8 現在隔了10分鐘 看到溫度 慢慢升高 14.7 即是後面噴了水的效用 開始消失 完成了 14.8 越來越熱 14.8 14.9 現在我們再立即做一次噴水的動作 把水噴出去 試一下是否立即有涼 慢慢下降 現在開始不夠水了 等了幾下 慢慢等一等 下降 14.9 8 7 第8 第7 可能落得比較慢 加一點耐性 6 5 看來開始發揮效用 14.4 14.3 2 14.1 14.2 14.1 看看能否再落 14.4 可能這次差不多了 再噴多一點點 看看能否落得十三點多 14.0 有時候不太準確 14.1 好 先噴水 14.1 再看看水 15.1 15.2 15.1 14.1 15.1 15.1 15.2 15.3 1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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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15.2 14.0,13.9,剛才不夠水也有少許作用 我們再重新一次 3萬張立即跌得很快 13.7,今次噴夠水,跌得很快 13.9,13.8,8和9之間徘徊 13.7 先給大家一個提示 裝冷氣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不是有一個石屎位來裝冷氣的話 最好自己找人加一個頂上去 冷氣上面做一個不鏽鋼的蓋 或者做一個鋁蓋 為什麼這樣做呢? 原來這個冷氣被太陽直接照射之下 製冷能力是大大受到影響的 為什麼我們剛才噴水會幫到手呢? 就是用這個原理 幫冷氣散熱 於是吹出來的風會比較涼 但是不是下下噴水的 你盡可能就不要曬到冷氣 迫於無奈的話 就做一個蓋在上面 蓋和冷氣之間要有少許空位 記得一件事,空位不要太多 為什麼?空位太多會養白鴿 白鴿在冷氣上面 就不太好 因為冷氣上面有髒東西也不太好 白鴿在上面 可能會有衛生問題 另外可能會有很多滋擾 可能經常冷氣機頂會有些白鴿 在上面走來走來 你會聽到聲音在發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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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可能會有1,000塊錢 可能會有1,000塊錢 但這裏1,000塊錢 省了很多電 剛剛說了 白鴿在上面 有衛生問題 我這部冷氣 就上一手租客裝落 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沒有放在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有白鴿在上面 放在上面 如果放在上面 就有好處 白鴿不會停留在斜斜的地方 好像對面的單位 就更加慘了 對面是整個頂 大家看一下 對面單位是有頂 我告訴大家 上面這個位置是頂 下面這個位置 就是有部冷氣 冷氣的頂 這個位置 上面的蓋子 位置太多了 所以它是白鴿在這裡 它經常走過來我的冷氣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 整個蓋子 也真的要 有些 巧妙之處 要斜斜地 不可以隔開 入到拍夾 還有 要找一些 真的 裝得到的人 來裝 不要一些不懂的 照樣在這裡裝 裝得不穩陣 這樣就不好了 好了 那今天我的分享 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